一個人說謊說到走火入魔戶是怎樣的樣子? 看看那群美國政客就知道了 美國政客近年不斷以所謂強迫勞動為理由 炒作中國新疆問題 美國勞工部負責國際事務的副部長西亞里 近日出席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一個聽證會的時候 然後更加是語出驚人 指出於強迫勞動的考慮 跨國公司無法負責任地在新疆開展業務 因此就應該離開新疆 西亞里敦促西方的跨國公司離開新疆 是基於一個完全沒有事實根據的前提 按他所說 美國要求跨國公司對於新疆地區的 所謂強迫勞動問題進行審查 但各公司無法做到獨立調查 因為北京方面已經將審查本質上視為非法 他又繼續致圓其說地說 如果不可能做到這一點 這樣唯一負責任的做法就是不再在那裡經營 西亞里並未在講話之中具體點名哪一間企業 不過美國國會是相關新聞稿之中 提及德國大眾汽車集團 之前在他新疆廠房所做的獨立調查 聲稱工廠不存在強迫勞動 而這個審查結果引發外界的質疑 即是說企業無法提供審查報告 美國政客就說不如收檔 企業能夠提供報告 美國政客就說打死都不信 神又是你 鬼又是你 顯而異見 在強迫勞動這個謊話生產鏈之中 美國政客自創自銷 已經到了不講道理的反治地步 總之就是要藉著涉疆議題 盲目打壓中國發展 維吾爾族有句言語 自己雙手得來的果實 吃起來比蜜更加甜 靠自己雙手吃飯 靠辛勤的工作過上好日子 這樣的奮鬥精神 根本輪到對世界全無見樹的反華政客指手挖腳 面對強迫勞動的無稽之談 面對美西方的咬住不放 美西方可以怎樣做 我們都是保持定力 做好自己的事 就是最好的反擊